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就让北京税务局盯着我 今天交税了 前一日的一个记者说什么三百万什么的 这个事是真有 确有趋势 现在还在不是东方电视台 是一个录制单位 现在还在跟我谈着 我派我的一个助手正在跟他 他给你做一集节目三百万 不是一集节目三百万 你了解行事吗 我就说我就了解 太夸张了 你就是不知道 你也不能 我说这是什么价 他说年薪 年薪三百万 但是你要记着 你的年薪三百万很厉害 什么很厉害 你知道美国有一个黑人 奥普拉 人家一年的收入是两亿五千万美金 你不要聊头 咱们咱们咱们看见有钱 那也不至于就就就就带有一种欣赏的这种眼光 他他挣得多 我绝不气人有笑人五 但是有一点 我们不能就是说在很多地方说我们要争一口气 中国主持人就应该比人美国主持人差那么多吗 不应该吧 说三百万我没有拿到手 我现在一定要跟你们讲清楚 再谈 再谈 很有可能我会去拒绝 因为有可能这个节目不适合我 不适合我 那您会考虑这个节目适不适合您 我当然要考虑了 但是 很多人认为武林 那适合吗 那个是偶一为之适合了 是吗 武林不是我长期做一年的节目 人家就是做几集 做几集 他是做主持人 作为武林里面的基本的运动队员 因为国标舞就是体育运动 体育舞 我还以为照现在这么火 在东方卫视得永远让您做这武林主持人 那不是 就是节目主持人这一段 做完了 而且文桃你一定记得 娱乐节目 其实并不好主持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 我觉得阶段性的 见好就收就可以了 我跟杨岚做政大综艺的时候 我们收视率最高峰的时候 我们同时感到激流勇退 我们个人被人挑不好 没有关系 真的 我这个人思想经济还是考虑到观众 你让人家挑你不好的时候 人家心里不高兴了 已经 您主持节目让人家心里已经不高兴了 这就不对了 但是您不觉得像这次这个武林大会也有一些争议吗 就有些人也会挑您的不好吗 他挑我的不好 我都非常理解 他其实还是一个 我的形态 老太隆重 没有老当义状 老当义状也是老太隆重 你这点不承认 你那你就没有一个客观的一种认识 这是这是一点 第二点 我一向的这种在央视主持节目的央视仍然给人家一个堂堂正正 是 这种感觉 回过头来我们再想一想 我们是不是对武林大会有一种 有一种误区 就认为他可能不是堂堂正正的节目 no 他是 他应该是 只要赵忠祥站在那 他就是 不不不 因为你首先第一点 你武林大会这个舞不是街舞 街舞也没有什么不好 街舞现在不是 小青男人 对街舞 对 一个就是说 低厅里蹦低 那个我很少去 我心脏受不了 他的分配量太大了 我就在春节晚会的现场那么热闹 也没有蹦蹦蹦要把我人整个共振起来 这我这我这我点受不了 所以我知 但是我觉得上海这个武林大会呢 他既不是低厅 也不是街舞 对 我但是我再说一遍 低厅和街舞也不是说怎么不好 但是我觉得 我想问题就在这 就是说 你刚刚讲这话 我觉得恰好点出一个事 就是过去大家一直也来对央视的一个看法 那种堂堂正正 这个所谓的正啊 是我们国家很特别的一个现象 就比如说如果在美国的话 或者是其他国家 他一个播新闻 或者某个电视台也好 他不会给人一个感觉 这个台就界定了什么叫做正 哪个台就走歪路 或怎么样 但是今天比如说武林大会 大家之所以会觉得他比较闹啊 比较偏啊 是因为有个央视 已经界定了什么叫做正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这个我倒是想起最近赵老师您的这个观点 这作为我们这个同行啊 其实都是很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 他说说您是25年的新闻联播 那个时候就咱们讲有人管这个叫播音枪 对 但是实际呢 我觉得他也是一种声音艺术 就这几代人 他琢磨来出来一种这样的一种声音 因为赵老师讲话形容 那就叫凛然不可侵犯 质地有声是吧 甚至是气壮山河 高亢的这样的一种风范 一种风格 因为他界定了一个东西 然后大家会会以他为一个 甚至这个 甚至这个东西呢 他也不是哪个播音员选择的 他被指定 被选择 也是有他的历史原因的 那么您您现在怎么看这种 就因为最近也有人在说 新闻联播要改版呢 说是是不是这个播音员要改腔调啊 等等 也有人这么讲 我注意到赵老师接受这个访问呢 其实啊 他理清楚了一个分别 第一就是大家说的什么 这个说 这个事啊 念从来就不是问题 对吧 全世界的电视台都不念 难道还背吗 都是有一个提词器 都是在念 但是呢 有一个分别 好像前一阵过世的那个美国那个克朗凯特 那么我们知道他美国的这个新闻主播 他本身就是名记者 或者本身 他是主编 他是主编 对吧 他这个他是合一的这个什么 或者里头有一些重要新闻 本身就是他做的 但是我们长期以来 一般电视台是有一个播音组 这个播音元素是专门负责播报的 那么今天看起来您对这种模式有什么感想 我很难一言以蔽之 因为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这个需要大家很好的去探讨 任何一种风格 个人的风格 他离不开集体的风格 对 这个丹纳艺术哲学 他就提其中提出沙士比亚的时候 不是沙士比亚 咱们说远 沙士比亚不是一个人 在那个群体的背后呢 有很多人 曾经有过很优秀的举作 比如伦布朗 他画画 在那个时期有很多他这种风格的人 因此就是说你个人的风格 其实你离不开一个时代 离不开一个时代的要求 也离不开一个群体 你比如到了北京 你上了公共汽车 你听那售票人说的话 基本上这个四路车跟三十八路车 说的那味都一样 就是一个腔调 所以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播音的群体以后 我们彼此也有一种互相的感应 互相的适应 互相的制约 互相的吸取 这样就变成了一种集体的风格 集体的风格就要求我们字正腔圆 而且每分钟大概多少字 每分钟220个字 220字改革开放以后 最早是180个字 你是按照180个字 给你去发稿的 你要知道 发稿到什么程度 我的编辑要按照这个字数给你发稿 你的播音员在直播的时候 你不能在三十分钟里给我空个五分钟 在那空 那怎么办到底下 然后你也不能过了 所以这多年来形成的 这比机器还精确 这么样的一个高精准度的这样 不能够说这个时间多了 少了中间自己加几个字 那是不行的 对吧 我真的 我好像跟他谈话 沟通有一点难 还是香港的 香港的 我们是在播音的这个过程当中 绝不能有个人的 不是个人感情色彩 是绝不能有个人的内容 加进去 那绝 那绝 就老师就对所谓的说新闻 有他的看法 都说你看你说 说就必然要加字 对吗 你一加字 这时间就就就不对了 是不是这意思 说总体上来讲 我我提出的是两点 一点的就带有了一种随意性 真的有一种随意性 我今天就请教你 我我因为你播过新闻没有 不过我后来被人撵下来了 说我播新闻不可信 改下来 那你还播过 至少你比一般观众还明白 新闻 尤其如果说我们社会新闻 还好说 如果说是党和政府的公报 外交交涉的这样一种外交声明 然后你哥说 今天外交部跟英国说了 你认为不是你自己在 你认为周围会觉得 你是不是太调侃了 太有点脾气了 你让那些 本来认为你很严肃的人 你今天忽然产生了这样一种随意性 他那些受众都是受不了的 因为我们培养出了一个团队 一个播音的团队 或者一种 我们树立了一个 我们认为很好的一种播音的 自证腔圆的这样一种风格 其实我们已经几十年来 已经培育了一支 非常广大的一种受众队伍 你不要认为有几个人说这不好 但是你要真按照这几个人去做 那么大部分人还认为你不好 那怎么办呢 这个也是 我不能播新闻的原因了 不能跟大家这么聊吗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他这个播新闻念不是问题 我说了都是念的是吧 但是比如说你像你在香港 香港的新闻主播 包括台湾的 包括美国的 他基本上是本人嗓 就本人的声音 没有经过这种所谓你们这种专门的播音的金属一般的声音的这种训练 他就本人的声音就可以 甚至有的新闻主播好像声音有点沙哑 甚至略略有一点口音 是吧 就是好像他们是那个样子 这就是通常说的 这就比较接近人吧 不是这意思 赵老师 这节目是人 比较接近业余的人 行吗 比较接近业余的人的声音 不是 他讲过 我非常理解 就是说你的文学修养还略欠火 没错 在选择这个词汇的时候 找不着词 你要说更个性化 是 我怎么找不着词呢 个性化 我非常同意你说的这个意思 我看过美国著名的几位新闻主播的播报 欧洲的我也看过 但是就总的来讲 你说他没有形成一个集体风格 未必 他有 他有 他们有风格 他有 也有他的 他有 另外他念的这种风格 你前头也说了 有提示器 对 如果要是说的话 我要提示器干什么 提示器是BBC发明的 我在1979年从美国看到了这个提示器 这种新的发明以后 当时带队的是我后来的一个副台长 他回了以后就提了副台长 我在美国就跟他说 我说这个能不能带回去 咱们用 他当时就带过 我回国以后 没有几天 我们中央台就用上了 用提示器的目的 实际是想和观众交流 因为你原来是 你是这么念 对 现在你就一直看着镜头 但是这个提示器呢 也有一个麻烦 因为它的字呢 是在 在在在生的 在不断的 但是一个动态 没错 另外你直钉钉的 钉着这个字的时候 就等于咱们中间 我看一什么 我并不是眼睛跟你的交流 而且我在前头看一什么 你就觉得 你是看我呢 是跟我说话呢 所以在读提示器的时候 不比念这个稿子的这种技巧 要求的放松 它应该也是一个很高的境界 就是你能够把它弄好了 但是人家叫提示器 因为我采访李根 我才发现 人家说美国总统说话 不是都很随意的吗 李根就是用了两台提示器 前面都有 它都是提示器 现在还能够透明的 它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即使我在说话的时候 它至少作为我一个很严谨的提纲 其中的五个W时间地点人物 怎么回事 我得把它说准了 对不对 我能掌管理的 基本资料 包括说新闻也是这个意思 对 好像最近就有人说 说赵忠祥 就不喜欢陈鲁玉说新闻 因为凤凰早班车 陈鲁玉弄的说新闻 后来陈鲁玉这说新闻的形式 进入了内地很多台都去访效他 而且确实认为陈鲁玉做得很成功 我一直不喜欢说新闻 他们就误解了 认为我不喜欢陈鲁玉 这就完全是不一回事 鲁玉还是 我说我对 我是非常喜爱鲁玉的 这让鲁青 都是你们同事 别弄成咱们的矛盾 对 我很喜爱他 而且我几乎是他从毕业进入这行的时候 我就看着他一步一步 看着他长大 看着他长大的这样 但是我不喜欢说新闻的这样一种方式 这种方式呢 我总认为他不够严谨 我需要一种很认真很严肃 我们这么大一个洋洋大国 就包括美国三大广公司 克兰凯特的波音 丹拉瑟的波音 他们不劳靠的波音 皮特詹尼斯波音 我都看过 人家都不是说 都是念 其实所谓鲁玉说新闻呢 他他怎么说呢 他是另一种新闻节目的样式 他你比如说 他不是我们的时事之通车 一样的 每一个台都有一个黄金时段 最正的一种新闻 那种的也都不是这种 随便加语气词 几里哇啦跟大家聊 都是念 都是念 但是我就刚才讲的 好像念呢 我们会感觉到央视是有一种 类似追求统一的声音的 这么一种特性 我明白 我现在才明白你说的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实际上早年形成 从五十年代开始 我们没有进入电台 我们没有 对我们没有进入电台的时候 我们听电台波音就觉得 里面一个男生 一个女生 后来我一进来才知道 他们几十个 没错 不是一个 好像只有两把声音 对就好像两个 但是呢 一个我们离近了 就像一般的 有的时候 你一看双胞胎 你会误认 但是你在一个运动队里 这个些队友都不会误认的 所以我们进入了波音部以后 我在那实习的时候 在走廊里头 只要他念出一个台号来 我立刻知道是谁在那值班的 那就分的就很有细微的这个区别了 他一定还会有细微的个性化的东西 在对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就是在念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们到目前为止 包括我自己在内 还有我们这支队伍 我们最高峰念的最好的一个过程 应该是夏青那个时候 那是 那就是我们的 那就叫 质地有声 金属之声 红中大铝 那种堂堂正正 奇悦 夏青葛兰 那个时候都让我们学习了 我再跟你讲一个小顾 这个可能有一部分听众和观众 早已经耳熟能详了 我也讲了不止一遍了 我觉得在我们这支队伍当中 我仍然以夏青为荣耀 为什么呢 在1962年到63年的时候 原苏联和中国苏共和中共之间 就是有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这样一个纷争 论争 那个时候我们中共中央出了九评 九评一评什么二评什么九评 当念到第四评的时候 大概是 我记得应该是三评四评这个时候 夏青同志的这个波音 我觉得他那种气 我现在所说的气壮山河 我们都达不到 他那种气壮山河那种感觉 我在那个时代 咱们今天脱开了说回顾历史 或者怎么样 那是我们今天的看法 我在当时的那个历史环境当中 我就觉得他代表了我们中国人民的 这样一种气质 一种内心 一种不屈的争争硬鼓 而且非常解气 我听了他的这个波音以后 我那时候是一个小学生了 可以说 我默默的听了他说 有时候会掉下眼泪 我就觉得他太棒了 无可比拟 就在这个时候 周恩来总理 邓小平同志 因为我都没有见到他首长来 陈毅同志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接见夏青同志 和九平的这个工作工作人员 当然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接见完了以后就在大会堂 我后来听说是在大会堂 原来也有我的 也有我那天 因为我值班 总编室通常让我参加受受教育 然后我就没去 一听到在大会堂 总理亲自设宴 招待播九平有工人员 这个其中主要是夏青同志 他首当其冲了 就是说他播的 总理也是听众 也被深深的感动了 或者是被打动了 所以总理当时也非常激动 老人家就当场就觉得 那时候是困难时期 我不知道你懂不懂什么 你知道是吧 总理当场就决定 给全国的播音员 不是夏青一个人 给全国的播音员 从国务院提专款 加一到三级工资 哎呦 总理多会做人 就是因为夏青同志说的好了 大家都在 还要接着 在困难时期 那时候我们都吃不饱 给每个播音员 每一个月加营养 一人四斤鸡蛋 那是 那底气 要是饿着肚子 能有吗 我甚至于就觉得 不 我就觉得我们任何一个人 后来你所在的岗位上 你做出的贡献 或者大家积累的贡献 我都觉得没有那一次 更令我震撼 其实我也很有感觉 我觉得这是影响我们 一代人 几代人的东西 你知道吗 他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 这个东西的起源 我想是不是跟最早的这个革命宣传有一定的关系 对吧 但当时确实是曾经激动过打动过我们 包括我小时候 这是真的 可是我想问一下赵老师 就是说 时代变化了 现在比如说就进入什么消费的时代 都是个时代了 甚至有人预期呢 会不会将来某一天呢 我们不再要求那么高亢 那么严正 这个调子会低一些 或者说就像您说的更接近个性化的声音一些 甚至于有人说这种声音的艺术将来有没有消亡的那么一天 您有什么预计呢 我觉得作为一种艺术形式 或者作为一种这种语言的习惯的表达方式 不可能不变化 只是他在哪一天变化 我们预料不了 任何一种文化的一种事 这个语言也应该算是文化形式当中的一个分支吧 如果我们现在追溯 就是说我们古人怎么讲话 我们真的不知道 我们真的真的不知道 说是有点像潮州话 那倒不是 不过这个事 我觉得比较复杂的地方在于什么呢 为什么中国我们的播音员会选择了这种调呢 比如说央视这种调 我觉得最奇特的一点啊 就我说这话 您别介意啊 赵老师就是 您刚刚说的那种很 智政腔圆 很气宇宣昂 气壮三合 这种腔调 就偶尔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 是因为央视的新闻主播 有时候或者不只是有时候 还是常常要代表国家说话 他是吗 所以呢 这是决定的很大的不一样 就是说CNN或者是任何BBC 他都不会觉得我今天在代表英国政府说话 他不会觉得我说这番话的时候 不是我赵宗昌在说话 而是英国女王在说话 他不会有这个感觉 但是呢 您刚刚讲那个情况 比如九平那件事啊 就当时你怎么批这帮修正主义 你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在说话 那你的声音 不是你一个人的声音 是要别人听到这是党在说话 这个叫赵老师的讲话 你现在的这个理解 我觉得非常到位了 就不用我再去给你宣传 你理解到了 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呢 你也不能说就是西方的大的传媒当中 出现的新闻主播 完全是个性化的 没有一个人没有个性化 对不对 对 我长成这样 邓恩涛是那样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2010 讲话一脖子连也不可能 挂尊脸吧 挂尊脸吧 哈哈哈哈 是不论国际